我好想说这套菜还真的是开了位之后呢 比较容易去吃的菜 而且这套菜真的也有点 我好想说 来吧 我们看一下主食材是 这就是王海东大厨今天的主食材 山药 这个呢 我要用开水带着皮煮一下 连皮都下了 对 要把这儿煮一下 让它把这个粘液的给去一去 来 连续刚拍零了 山药常葫芦 带着皮煮就对了 你要入菜你不能带皮 只有我们我小时候冬天 吃的那个糖葫芦 山药糖葫芦是带皮的 不不不 海中大厨您告诉他 我们煮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去皮 我们要去皮 我以为它带皮料理的 因为通常吃糖葫芦 大家看到就真的是带皮吃 对吧 可是今天我们要去皮 给它擦掉 你看现在非常容易了 表面因为进行力熟制之后 有点凝固的感觉 不像之前滑了 对 要不然太滑太黏 而且是手还会痒 然后我们要把它切成大的滚刀块 滚刀块 水锅里头给它再去煮 给它煮 煮熟 你要它脆的口感 所以它是脆的 来 拔丝山药 拔丝山药 为什么觉得这道菜是要做拔丝山药 第一它是滚刀块啊 第二它要里面还是脆的口感 而且过年很好吃 为什么段不能拔丝呢 段怎么入口啊 太大了 不好入口啊 而且它的这个横切面多呀 沾的糖 甜甜蜜蜜的 是吗 但我觉得你两位猜的很对啊 就是都猜到了跟糖有关 你刚说糖葫芦 你说拔丝都是甜的 对 过年就是要甜甜蜜蜜 方向是对的 是吧 但是没猜对啊 看菜 把它给我过一下凉水 您做的是一个经典菜对吧 对 好 这个山药呢 已经过凉了 对 凉了之后 马上要进行的 就是拿出我们今天第二样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主配料了 对吧 芝麻 是去皮的白芝麻 对 去皮的白芝麻 小火给它炒香 这个炒这芝麻药小火 炒成金黄色 出了这个芝麻的香味 它现在已经出油了 好香啊 炒了这个程度呢 就可以了 加上油 这么多油 对 这么多的油 我要用这个热油 再给它炸一下 炸成金黄色 炸山药啊 对 油温呢 也不要太高 它急着就一下上了颜色 里边那个两成 还没有成熟 所以现在其实让它 要全熟了 对啊 就是让它最后熟的 那两成 这么做 我突然想起一道菜了 有点类似于 琥珀陶仁 所以我猜这道菜 有可能是 琥珀山药 这个菜呢 是这样 这个 你刚举起手来 准备要 我要表扬它 对 可以啊 但是它说到 琥珀山药的时候 你好像就没有这个意思了 还没表扬呢 形态比较 是 那师兄 我能吃一口 待会儿呗 有有有 我这做的量 大一会儿 全都归你 刚才你 刚才你已经吃了糖了 小火 这种慢慢地炸 现在已经逐渐 越来越金黄了 除了焦表以外 整个山药的菱形片的各个面也出现了金黄色 现在能代表它到几成 马上咱们就可以了 马上就要出来了 真喜庆 达成金黄色 金元宝 最点金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配料 那就是 棉白糖 这呀究竟是拔丝山药还是山药葫芦 对 不 琥珀山药 琥珀山药 所以真的是在两个中 中有一个对了吗 要加油吗 他们也不想告诉我 应该是我的 我还有两次机会 我可以再试一次 来你说 蜜枝山药 就刚才海东老师给你说了一个蜜枝 对啊 这个炒这个糖呢 其实呢 你们猜的这个呢 其实有几个阶段 是吧 我们可以做拔丝的 可以做这个流利的 也可以做糖葫芦 它的在这个几个阶段 三个阶段之间就是 相差可能就一两秒钟 就过去了 然后再过的话 就成了糖色了 这个呢 现在我们是糖呢 是逐步的融化了 我要改回来 嗯 把丝山药 因为蜜枝已经淘汰了 我没有记事 还有冰糖葫芦呢 我不相信是冰糖葫芦 也没准就改成红烧的山药 不可能 海东老师不会这么敷衍我们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倒进去 哎呀 翻炒 翻炒 对 翻炒的时候加一点芝麻 对吧 所以 出丝了吗 反复颠 要把这些糖 整个全都颠在这上 哇 它是什么状态呢 能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可以的 它是 哇 就是拔丝山药 就是拔丝山药 恭喜 恭喜小叔 谢谢 它会 它会反复出丝 哇 哇 哇 这么多三啊 对 你让他们再给你拿点凉水来 没水没法吃 跟他们要凉水 对 要站一会儿的 嘿 怎么这样啊 你拿凉水去 还给我的丝 我都趁了快一米了 这丝真的好 大家给你把那个水 那真别烫嘴 小心别烫着牙了啊 真别烫嘴 来 嗯 谢谢 连续跟我们说一下 偷吃的感觉怎么样 嗯 偷吃 烫着吧 好烫 因为这道菜 其实就是趁热吃 刚一出锅 马上打起来就站 然后那种 里头那种 山药的那种 那种棉劲 然后家人爸们那个 蘸过水之后 那个糖的那个脆劲 然后混合在嘴里 是那种甜口的 对 然后一下那种感觉 就又好吃 关键才特别好玩 然后寓意还特别好 感谢海东大厨 谢谢您 谢谢 那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南方专家 为大家推荐的 莲藕排骨汤 北方专家呢 这回上了山药 我们要请教一下 雪亮主任了 为什么这次又派出山药了呢 山药是一个 特别平和的补品 补肺 补皮 补肾 补肾 而且呢 它不像藕 藕呢 主要是用作菜 很少有人把它用作煮丝 对吧 但是山药即可做煮丝 还可以做菜 唐朝的著名的诗人 杜芙 就有一句话 叫 冲肠 多鼠育 鼠育就是本来山药就叫鼠育 而且这个山药有很多好处 它现在是补品吧 什么调节免疫 提高免疫力就不用说了 大家说 健康日路这么多年 我说两个常用的中医的名词 山药有这个作用 第一个叫轻生 轻生就越 吃得越多 越吃身体越轻快 越有劲儿感觉 我们就走路 开心上飞起的 就弹跳状 来 回来 这叫轻生 其实翻译成 现在的话叫抗疲劳 第二个作用 叫不老 延缓衰老 有人还做过一个小实验 那个蚕 蚕要吃桑叶 对吧 有人就把这个桑叶 用20%的山药水浸泡 让这个浸泡以后 阴干 晾干它 然后这一组 蚕吃的这个叶子 用山药水泡过的叶子 它的寿命 就比其他的寿命要长 那么刚才这种 拔丝的技法 因为从小看到 哪都觉得特别喜庆 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 那这种拔丝的技法 是怎么样研磨出来的呢 不松领 聊赛的作者 是吧 他有一句话记载 叫说 无物不可用糖粘 这什么意思啊 就没有什么东西 不可用糖来粘的吃的 所以说巴斯山药 我们还试过什么 巴斯苹果 巴斯香蕉 巴斯香蕉 巴斯地瓜 我也试过 很多东西 巴斯东西 应该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卤菜 所以也是刚才 看到你们两个 在盼着那个山药炸好了 然后盼着那个糖色 炒好那个表情 就让我想起 我小时候 我父亲到了春节的时候 一定要做这道菜 我和我哥在旁边 就这么瞅着 怎么还不好 还不好 要好了以后 赶紧就要上桌 这是上桌的最后一道菜了 过年的时候 你看孩子守着锅边 爸妈做饭 也特别带劲 这一道菜啊 刚才说了 甜甜蜜蜜 这个千丝万缕 所以我们要 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新的一年 浓情蜜意 长长久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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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